这里是由呵护好嗓音 我用京都念词庵 冠名播出的妈妈的牵挂 他们俩同手同脚 带你们三个孩子容易吧 今儿给你们见的这个妈妈 绝对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是住在这个小区里 怎么说呢 她是一个你们从来没看过的妈妈 我们没看过的妈妈很多 真的没有见过 就在这吗 对 你们的妈妈爱你们吗 爱 超爱 爱 能不能举个例子就怎么爱她 我妈会做我最喜欢吃的菜 然后她会看着我吃 我其实挺心疼的那个时候 对 就是妈妈做的菜永远都是你最大的牵挂 我妈妈比较特别 我刚开始录节目的时候 很多网友在网上骂我 我妈妈就为了我去学电脑 因为我妈妈没怎么读过书 所以学电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她为了我就很认真的学电脑 然后后来终于学会了 就开始帮我在网上回骂那些网友 哈哈哈哈 是刀水军 是刀水军 你不是骂 就是跟人家讲道理 就是说你又不认识 我不认识她 你又没见过她 你怎么知道她坏 怎么知道她怎么怎么 就很感人 你对妈妈就印象最绝她爱你的是啥事 应该是我大学失恋的时候 那时候我整个人像行尸走肉 然后有一天我妈妈就敲我的门说 儿子妈妈陪你聊聊你失恋的事 我就回了一句话说 妈你怎么会懂我年轻人失恋的事 然后我妈说 我也失恋过 我就觉得说 那我说跟谁 哈哈哈哈 那个让你失恋的女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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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听她 你要不这样的话 我真的没有那么的好奇心 知道我现在都不想知道 有名吗 是明星吗 不是 我感谢她帅了我 蔡依林 演员 哈哈哈哈 帅S 我感谢她甩着我 不然今天我怎么会给奶欣 对 真的谢谢你 我们平常经常讲 我觉得在家里面的话 其实每个人都会知道 妈妈是爱自己的 但是真的你们独生子女 会体会不到 就家里边有几个孩子的时候 其实大家有那种很微妙的关系 到底妈妈是最爱谁的 总会有 但大家在心里都不说出来 我们来看看今天妈妈的牵挂 我们来看看今天妈妈的牵挂 我叫贺亚良 我是正确的妈妈 女儿 我的女儿成绩很好 老师讲说你这个学生 教一百个我的很轻松的 那时候我到冰冷场去干活的时候 那个日子好冷好冷的 但是以后我上学成绩好了 我把游秀上来了 她说以后我会咬你的 她小时候很喜欢妈妈做的鱼 她说她是想吃妈妈的菜 就这样做的 妈妈已经开了 对 开了 还小 来 赶紧吃一点鱼 好不好 太烫了 来 谢谢 现在女儿就是很少回家 妈妈还是到她有一种牵挂 就问她 她说女儿你怎么现在没有回家了 她说妈妈我要唱事业 我觉得女儿有这么事业心的 其实不多 有意思 她一到了长沙 她就没有打电话回家 那一个晚上我几乎没有学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她 你早天晚上怎么没有打电话呀 她说妈妈我好忙 我好累 回家马上洗完走去睡着了 她说不记得了 等下妈妈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她在长沙对她 跟住的压力也好大 我想了解她在长沙 是不是生活够得好不好 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不是累到一定程度 不会跟妈妈讲说自己累 但第二天休息好了以后 肯定马上又会说 啊没事没事没事 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 讲的麻烦 很多说为什么不好你怎么的 然后我也说你不是不要熬夜啊 不要加班 可是我们现在正在创业 没办法 我们也会担心 我们说明白了 她会更担心 原来是这样的 她会这样想 你们两个是女生 你会跟妈妈讲吗 我会打电话 但其实我不是很爱打电话的人 我可能两三天打一个 你会不会答应你妈妈说要打电话 然后忙到就不打 会不会这样 好像也有过 马上发个视频 让我看你到底在干什么 对 当然会 我如果跟她说 我说我那个已经睡了 她就说 怎么下来 跟我开哈 我就得拍过去 我爸妈就很命令似的 我就得拍我在干什么 他们很怕我就是晚上不睡觉 熬夜啊什么的 所以就事先录了很多段视频 没有 然后妈妈只要要的 就把她发回去给她 哈哈 现在很好招 瑞哥 我觉得现在瑞哥都在分享她自己的经验 哈哈哈哈 妈妈的牵挂 有时候对儿女是一种甜蜜的负担 对 因为要说实话她受不了 说假话良心过不去 但有时候就不要说 但是虽然是负担 但是有的时候 当你在一个前行的路上在努力的时候 这个负担也是最好的动力 也对了 我们今天请出一位很特别的妈妈 我觉得妈妈的眼睛特别亮 特别有身材 我觉得妈妈头发特别好看 就是后面的那个包子特别的圆 我喜欢妈妈的金链子 哈哈哈哈 这是我女儿第一份针子 哇 哎呀 你看看 郭文老师随便一点就是重点 对啊 那买到这个项链以后 感觉 是不是特别的开心 那时候是很开心很开心 我说女儿你怎么第一份针子就给妈妈买项链呢 她是 我就是第一份针子就要给你买项链 就是这个字 好懂事 你现在最牵挂她什么 在那边牵挂她就是又吃不好啊 睡不好啊 在那边好老了 这些事情 生活上的事情 生活上的事情 那她事业上的事 感情上的事你不牵挂吗 事业的 事业上的感情事情也牵挂呀 哈哈哈 这妈妈的东西也有点牵挂了 都牵挂了 我想问 好 那我们就来开始了解一下好不好 妈妈的牵挂 这是个男孩子家里吗 好像我的 对 这不像女生家 像我的房间 啊 睡沙发 她有床吗 不去买 这是个汉子 这是个汉子 简单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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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像我 对 对 简单粗暴 一个卧室 哈哈 你这个最好不要怕 被我房东看到了 快把我杀了 真的 这队都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啊 都是一些货 我的目标是变成女神 哇 一不小心 变成了女神经 哇 哇 哇 我这样搞出去了 哈哈 她小时就这样 太看妙了 小时就这样 她不是说在家里边 你们每天特别开心 哈哈 对对对对 她还要搬货 够 哎哎师傅 等一下 哎哎师傅 哈哈哈 ش ты 啊ếahaha oct Fat 出来 谢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能说什么东西都是要别人来做 能自己做就尽量自己做 节省一点资金 反正我长期在你这儿拿来尝试 也值得你这个义务谣 你把价格方面给我搞低一点三 我一次三单一提是3130千 不是 你这个价格 你完全真的是没理论了 像哥哥他本来做品牌的东西 他没人讲这个理论 他做的就是一个品牌 你也让我多赚点 我 好了 你就刷个三千了 好吧 然后给我送过去了 对 你顺便送过去嘛 是不是 你送过去有个好多钱呢 三千块钱了 好不了吧 三千 一百块钱了 给你送过去 三千了 三千了 直接刷个整数了 好不 然后你给你刷三千块钱 谢谢 谢谢 五块钱嘛 好吧 五十块钱到五千了 好吧 那你这个就两百五嘛 好吧 一百六嘛 好不软 你给个几块钱的面子嘛 好不好嘛 一百六嘛 好不好嘛 要得咯 去德思琴城市广场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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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的我还记得高 因为我经常没有时间去买 所以快没了 我就一直 我问你说 她做这个你看过吗 我没也看过 你刚看了一段以后 你觉得 觉得是放心的还是担心的 我现在最担心她 就是生活她没有过得那么好 生活没有过得 如果我要是这个家长的话 我觉得可能看了这段以后 我会放心 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孩子 他很快乐呀 他在做自己快乐的事情 那其实生活的上面的苦不苦 其实苦不苦都不算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知道妈妈时候怎么想 我知道她过得开心 我看苦一点没关系 年轻人啊 年轻人苦一点没关系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刚才我们看到了她的生活 看到了她的家 你现在还想看什么 可能这个地方想看 想看她的男朋友看 又没有 她一直都说没有 她一直都说没有 她有说过 没有男朋友 我家张雀 来自胡伦宁乡 睡明90号 自己有一家英式下午茶餐厅 就像我的一个宝宝一样的 从无到有 经过了两年的时间 才生育出了她 阿姨 阿姨 阿姨过来一下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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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阿姨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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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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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创业一年就相当于别人在职场干十年 所以现在别人都叫我阿姨了 你真的太突然了吧 之前从来没说过这个事 哎 好像发生什么事儿了 今天9月份入厂的一个品牌 而且是一个加盟的 一个美国的很有名的品牌 他们家今天彻底宣布撤厂了 它是商场里面业绩倒数第一名 我们家是倒数第二名 它现在走了 我们家就是倒数第一名了 阿迪宝就走了 那你不赔钱啊 别人花了那么多装修啊 我们肯定不赔钱啊 你和他合同 任何商场都是这样的 凭什么侵害我 任何商场都有条款的 你知道吗 只有一个念头 我不能死 哦 危机 那它其实是品牌倒数最后一名 会怎样被商场撤掉吗 对啊 它商场会有 莫为淘汰是 如果说你的业绩不好的话 那就会 因为那个就等于说你直接被淘汰 你所有的投入 你所有东西全都没有了 而且可以看到这种创业啊 花的钱花的不少 应该说是把这个孩子这么多年来 牙缝人给提出来的钱 我估计可能都 全都串着上的 是 是 你看那些茶的进口 对 成本都很高的 好的品质那些茶 都很高的 商量全是 他应该问这个店付出了很多 妈妈知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妈妈可能是他生意上 可能有一点 可能有一点误差了 他绝对不会认输的 我认为他是非常好强 你相信他吗 我倒没相信他呀 妈妈的牵挂 一块来看 今天营业额多少啊 2132 哦 还不错嘞 今天天气要受的影响嘛 接着加油啊 还可以嘞 好会自我安慰哦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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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好好加油啊 我们店呢 就是大概需要5000块钱才能保本 现在我们的业绩呢 可能就确实离我们心目中想象的 可能差相差还是蛮多的 我们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了 只要我们齐心 我们家杯底肯定能做得好的 有点不合天下 难以也不妄 人生只不过一场刺杀 世事染荒煞沙 情长成白发 若是真英雄 怎会怕 我喜欢中呢 真英雄 你很喜欢 最喜欢上 还要无法 无私的山狼 今后会温滩 最爱上 全都真英雄 最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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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工作的状态 它不可能被打倒 对 我也觉得 目前来说应该是属于亏损状态的 每个月都在亏损的 离我们的武器的保本还相差很远 如果再持续亏损下去的话 等你还没熬到那个顶峰时刻 你就已经倒遇了 因为你的周转 资金周转不过来 更多的是我们这个梦想 一次性毁灭之后 以后再想飞起来 再想把它燃起来 就很难再有这样子的动力了 全部发霉了 冰箱的什么东西 什么饭菜 什么蔬菜 什么肉都没有了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 一觉醒来 什么事都不用想 就是你小时候 一样的 没有任何压力 任何负担 然后吃了妈妈做的饭菜 就可以出去开心心的玩 这些可能记忆都停留在小时候了吧 不知道有多少年 没有感受过这样子的温馨温暖了吧 但是一旦你走上创下这条路 你永远没有停止的那一天 永远没有停止的那一刻 我可以把这些回应 这些回忆essa 没有停止的那一天 我没停止的那一天 我没有停止的那一天 都是沁楼 我相信妈妈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都会陪她一起来度过 是不是 对 妈妈是人孕支持她的 对 对 带给她了 这就是难关 妈妈就是心疼了 对 年轻人是一定会是没关系的 我看不到她这一幕 妈妈理智知道她的情感过不去 真的理智知道 我感觉到你的女儿一开始就又疯了又乐 然后在员工面前也特别自信特别坚强 但是自己回到家里她被我里偷偷的哭 女儿以前是不是这个心疼 她以前已经不是 也许你没有看到也许她每次都躲着 躲着你 好强 好强 也许你没有看到也许她每次都躲着你 有一次她一到了长沙她就没有打电话回家 那一个晚上我几乎没有睡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她 你昨天晚上怎么没有打电话呀 她说妈妈我好累 可以马上洗完再去睡着了 我说不记得来跟妈妈对不起啊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一家洗完 你什么事都不用想 我觉得你小时候一样的 没有任何压力和任何负担 然后吃了妈妈做的饭菜 就可以出去盖身上玩 这些可能记忆都停留到小时候了吧 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温馨温暖的吧 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人需要有一个宣泄口啊 跟谁去说啊 其实她会知道不跟妈妈说不是不信任妈妈 是怕妈妈跟她一起担心 对 她跟你讲的你就一定睡不着 可能睡不着 对你觉得睡不着 她如果跟你讲实话你就睡不着 可是她不跟你讲实话你就担心她 她很为难 妈妈对她的事业 你刚才看到已经到这儿 你更客观冷静一点来看 你对她有没有心思 你对她有没有心思 好爱哦 快可以 很高 哈哈哈 Wei 哇 当年到底有心思呢 我觉得可能大多数妈妈看到这里的话 你不要搞了 你多搞一天多亏一天钱啊 哈哈 我妈就会说跟我回家 哈哈 我妈会说来妈妈帮你一起搞下去 对 妈妈呢 请啊 我们来看看在他的事业上面 到底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转机 晚上哭一场 第二天早上醒来 毛干眼泪 又继续开始干活 因为只要你不断不断地付出 你就一定能开花结果 创业就是走上一条不归路 一旦你踏上创业这条路的话 你就意味着你永远没有休息 但是不管压力怎么样 你在创业过程中吃的这种苦 还有你的兄弟姐妹们在后面一起跟着你一起闯 我肯定要振作起来 我要带着他们一起发出一片天地 这边一个的多少 7766.5 不好思泰 我也不找 预备 起 赚了 拨云天日 好激动 每天两千多块 妈妈刚哭完好消息就来了 对啊 你看不是每天生意都那么差的 大家要慢慢接受这个东西 妈妈你现在是想哭还是想笑 现在开心了 妈妈很开心 对对对 妈妈很好 好烤 你看到女人现在做这种菜 你想帮她做什么 我想为她 帮她干一点事情 为她做一顿饭给她吃 做一顿鱼啊 鱼 鱼 是什么鱼 怎么做 抱手鱼啊 抱抱手鱼啊 你还真是 说我骗到我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今天就为妈妈的这顿晚餐 我们一起来给妈妈加油 好不好 好 好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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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多做点我们就得吃 好好好 阿姨我跟你讲 其实我很喜欢吃牛肉 其实螃蟹 阿姨吃牛肉 小丑肉也可以 不会不会是这样 跟我你骗 不会安静 安静一点 我得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今天只有这一次机会 我们会巧妙安排你 让她惊喜见面 妈妈的牵挂 提醒您下期看 我们上一桌妈妈的菜 红门宴就可以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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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看 你一定认识她 我叫刘丽菲 桑三四的玉丁娇 不可能吧 这段别播 这段别播 什么情况 什么呢 静静的早上 露水悄悄爬在树叶的上面 远方的妈妈 你可知道我对你的思念 回来